那個預約疫苗 結果三個鐘頭不到 最佳劑我們開了10萬08794 結果預約了多少 108776 反正幾乎就是全滿了 不到三個鐘頭 事實上 我看第一個鐘頭 在前15分鐘就已經 已經多少 我看前十分鐘就四萬多了 四萬多了 所以 所以表示說全世界也蔓延很厲害 然後國人就開始焦慮 本來的計劃是說 打第二劑以後滿 五個月可以打 現在中央說 滿12週 這12週又比 其實比三個月還少 我們到1月底 我們台北市戶籍人口 符合打第三劑的就 110萬 一下子太多了 要做這個命令的時候要先想好 先後順序 還是按照的預定計劃 機場防禦旅館跟醫院 的量能還是會 掉撥一些優先去打 現在要想辦法 擴大這個接種量 診所 健康服務中心跟 醫院以外 針對社區 我們現在預計下個禮拜會再開啟七個 中型接種站 然後這些接種站 我們預計 禮拜五 早上9點 再給大家預約 這就是目前的計劃 應該是不影響民生經濟的 預防措施可以先做 所以如果學校 營養午餐說 吃飯的時候弄個隔板 OK 這沒問題 我們可以叫學校開始弄 因為我們既然有經過五月那一場 大規模感染 其實 到什麼程度要到哪一級 這個都有標準 所以如果要到停止內用就是 一個禮拜有10個不明 感染源的案例 餐廳可以吃飯 但是不可以敬酒 不可以足夠敬酒 這就是 已經在微調了 開始在 在家園 要鼓勵大家 下載台北通 台北通綁定郵郵卡 以後你這張郵郵卡就是實名制 你去坐公車 坐捷運 至少知道說你什麼時候上什麼時候下 萬一有問題的時候我要通知你的時候 簡訊比較好通知 我們大概要開始要求公共場館 大量使用這個 會逼郵郵卡的 這個這樣速度才會變快 如果我在台北市的確診案例壓在200個以內 我就換在醫院處理 如果萬一桃園那個沒有守住 真的社區感染破開 超過200的話 我可能會 防疫專責旅館會重開 因為從數字上看起來 這些確診案例好像都不是重症 所以我就不想把他 擺在醫院 把醫療體系擠垮